我饿了 如果你想帮助 你会成为她的好姐姐 大家好 我是电影明小雅 今天我带来的是 给作秀第四季 第二季 让我们一起透过恐怖故事 扯开血不营的现实幕布 准备好了吗 故事开始了 故事一 一顶帽子引发的血案 作家阿杰的结稿日期已到 但他仍没有半点灵感 正对着电脑中空空如也的文档发愁 而他的妻子一直在建筑公司里充当打杂小妹 两人的工作皆不如意 但感情却很好 时常热情升稳互相安慰 出版社社长胖姐 叹息阿杰将囊才尽 鼓励她想办法激发灵感 听说每位有名的作家都有一件幸运物 种类不同各有特点 有人离了烟斗就写不出一个字 有人必须用特定的打字机创作 而这些幸运物通通被胖姐收藏 就摆在阿杰眼前 突然胖姐表示有客来访 须得失陪片刻 阿杰则走到其中一件幸运物前 打开了写着请勿开启的玻璃箱 鬼使神差地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 胖姐突然出现一把抢过帽子 阿杰也尴尬至极 红着脸连忙道歉 胖姐告诉阿杰 这顶帽子是恐怖大师史蒂芬的幸运物 听说她每次写作都会戴上它 那一篇篇脑洞大开的恐怖故事 一个又一个暗黑的幻想 在史蒂芬脑海中逐渐成型 这点帽子全程都参与了 但不知为何 她突然丢掉了帽子 于是流落到胖姐手上 现在胖姐决定将帽子借给阿杰 希望她凭此成为下一个大王豪 还意味深长地说 要想成功必须付出代价 刚将帽子戴回家 妻子便欣喜万分 立马戴上了网纱帽 和大名鼎鼎的史蒂芬帽合影留恋 还秒发了个朋友圈炫耀 当晚阿杰打开文档 发现大脑依旧一片空白 她抱着适适的心态戴起帽子 可还是没有用 一连失了两天 阿杰消磨掉了所有的耐心 变得异常愤怒 咆哮着说 凭什么史蒂芬能成功 而我却不行 就在这时 她的眼睛蒙上了一片白雾 瞬间纹丝全涌 手指飞速在键盘上舞动着 这一页 便写出了几百页文稿 凑出了一部短篇故事集 胖姐一拿到稿子便赞不绝口 预言该部作品将大卖特卖 但很快又脸色一变 说短篇故事终究上不了台面 想成为真正的大作家 需得创作出续作不断的长篇小说 无比渴望沉迷的阿杰 立马回家戴上了帽子 苦熬了几个日夜后 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冰之下面试了 各大报刊争相报道 称该部小说吓得恐怖迷 睡不着觉 且充满了想象力 结局总会令人意想不到 还将她奉为年度最有潜力的恐怖小说作家 称她为史蒂芬的继承人 领取了各大奖项后 阿杰继续将自己关在书房中 沉浸在黑暗的小说世界中 难以自拔 连续熬了三个大夜后 终于又完结了一部作品 此时太阳已经升起 阿杰猛贯了半瓶牛奶 然后向妻子炫耀着那源源不断的灵感 但妻子却一脸愁容 忍不住抱怨两人隐昧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每天耳边都充斥着敲键盘的声音 仿佛自己正身处恐怖的小说世界 妻子的抱怨没有生效 反而又给阿杰带来了一波灵感 她再次冲进书房 一关又是几天 在帽子的帮助下 又完成了一部作品 终于有时间休息片刻 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摘下帽子 放进帽盒中 然后立刻去查看书籍销售排名 看着自己的小说兵之下稳居榜首 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她突然觉得头皮发痒 轻轻一抓 竟抓下了一大把头发 成名的代价已找上门来 她的记忆力大幅衰退 竟然连文档开锁密码都不记得了 她连忙去拿帽子 却发现她不在帽盒里 就像长了脚似的换了个位置 但她没有多想 果断戴上帽子坐在电脑前 果然立马想起了密码 她这才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 对帽子产生了依赖性 于是决定切断依赖员 相信自己没有帽子也能卸坐 可是一摘帽子 就连完整的单词都拼不出来了 此时此刻 只有戴上帽子 她才能卸坐 一晚 妻子准备了一顿浪漫的晚餐 可阿杰却不够半分情调 一通朗通古宴 直言灵感又来了 须得尽快吃完 她看见了满屋的生日气球 以为今天是妻子的生日 十分敷衍的说了句生日快乐 妻子连忙提醒她 今天其实是阿杰的生日 原来她已经窝在房间里很多天 忘记时间还在流逝 妻子十分无奈 求她去洗个澡也好 身上都已经臭了 但她却脱口而出 说不能洗澡 因为帽子沾了水会湿掉 妻子难以置信的看着她 命令她摘下帽子 见她不从 飞扑上前帮她摘帽 即便是发生了肢体冲突 帽子依旧安然无恙的呆在头上 妻子忍无可忍 连夜收拾行李离家出走 看着在雨幕中消失的妻子 阿杰有些悲伤 但只难过了一会儿 她便接到一个好消息 史蒂芬的助理打来电话 约她明天一早见面详聊 毫无疑问 阿杰是戴着帽子赴约的 可一看到史蒂芬便吓了一跳 她浑身的皮肤又烂又重 嗓子也飞了 只能用纸笔涂涂涂涂涂 通过助理和阿杰交流 她表示她从未丢弃帽子 是被胖姐偷走了 失去帽子的她 无比空虚痛苦 希望阿杰能归还 但阿杰断然拒绝了 史蒂芬变得激动 称没有帽子的阿杰 只是个不入流的携手 大骂着她也是小偷 阿杰十分心虚 转身就跑 但骂声却久久回荡在耳边 一回家 她便丢掉了史蒂芬的书籍 在书架上放满了自己的畅销作 自那天以后 她日以继夜地在电脑前创作 眼看着稿子堆得越来越高 心中也无限喜悦 她梦想着自己将成为 世界顶级大文豪 也许下一本书就是传世名作 而胖姐也不停地打来电话 留言鼓励她继续加油 只要再多写一些 就能实现愿望 一天清晨 她终于写完了最后的结语 正想摘帽子 才发现帽子已经摘不掉了 于是连忙用刀子翘下来 只见她满头都是粘液 帽子里藏着一坨恶心的肉团 还有一根带刺触角 她伸手去碰 立马被黑刺夹住 舍掉了一根手指才得以脱手 而那帽子蠕动着 瞬间便长出了四只脚 她连忙拿枪 正在安装子弹时 发现帽子已经爬到身上 幸好在咬住脸之前 将其一枪射飞了 一团烂肉从帽子中滑落 她摸了摸自己发痒的后脑 竟摸到了一个小洞 原来那只带刺的触角 一直都在吸食她的脑髓 她连忙打开帽盒 发现里面有两个透明的蛋 还有一个空蛋壳 显然帽子里的肉团 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 阿杰气冲冲地来到胖姐办公室 质问她是否早就知道 帽子里藏有怪物 胖姐果断承认 她一开始就说过 陈明会付出代价 阿杰气不打一出来 掏出了一只怪物 狠狠地摁在胖姐脸上 说每个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紧接着 阿杰来到妻子赞助的酒店 希望能和她回到过去 重拾幸福的生活 然而妻子此时正在专心致志地 绘制着建筑图 她手中的铅笔飞速舞动 设计灵感源源不断 阿杰这才惊觉 带着网纱帽的妻子 正被怪物吸植脑碎 还有一顶帽子 慢慢从水管后探出头来 然后猛地扑到阿杰脸上 故事结束了 这个故事初看时荒诞难懂 仔细品味后不难发现 现实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阿杰 早期的台湾歌手 最爱汉华外文歌 要是翻唱倒也无可厚非 但他们却自称原创 总会在作词作曲一栏 写上自己的名字 还有那些宫斗剧 以及充斥伤痛气息的青春小说 有的是仿超别人的风格和剧情 有的则直接照搬 这些戴着帽子 剽窃他人的小人 很多都成功了 因为在现实中 成功的代价太小 只有在恐怖故事中 小人们才会付出对等的代价 故事二 哀悼过程 阿华曾是个米其林大厨 现在是个全职主夫 今天 他早起为妻子准备了早餐 看着妻子享受美食的模样 他感到十分幸福 为庆祝妻子升职 他提取在高级餐厅订好了晚餐 但妻子却认为 在家吃饭比较方便 毕竟饱暖私盈欲 饭后还可以就地交流一下感情 阿华觉得有礼 还说不如带上七妹小金一块 二女是一夫更加刺激 此时 小金恰巧下楼 笑着说了句 想得美 能肆无忌惮地开这种玩笑 小雅不由地感叹 这一家人的关系是真的好 当晚 阿华放好了爵士音乐 准备了烛光晚餐 竟带老婆回来宠幸她 然而早就过了下班时间 发了无数条短信 妻子也没有回 就在她心急如焚时 接到了重案组警探 打来了电话 她第一时间冲到案发现场 从警探口中得知 妻子被变态袭击 已经深受重伤 看着她脖子上触目惊心的伤口 阿华十分心疼 而警探则在地上 找到一朵带血的小白花 不由地眉头紧锁 过了一个月 妻子出院回家 原本温柔娴淑淑的她 变得脾气暴躁 阿华做了她 从前最爱吃的甜品 由妹妹小金亲手喂她 可只吃了一口就呕吐不止 阿华不明白 妻子为何会变成这样 入夜后 与小金一起戒酒消愁 小金称自己也曾被人袭击 幸好姐姐不离不弃 这才恢复如初 她鼓励阿华不要放弃 只要多给姐姐一些爱 她一定能走出阴霾 又过了几天 小金发现 姐姐的房间又冷又暗 就像停尸房似的 连忙为她拉开窗帘 可她却突然大发雷霆 陈妹妹是个 又懒又馋的寄生虫 毕业多年不去工作 一直赖在别人家里 小金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 当天便收拾行李 搬离了姐姐家 就在她转过街角时 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可一晃眼又不在了 阿华则听到二楼卧室 传来淒厉的哭声 透过门缝一看 发现妻子已由哭转笑 像是精神失常了 又过了几日 阿华预约的心理医生 终于上门 医生提出想单独见一件妻子 请阿华去后院待一会儿 然后越过发臭的食物 去往二楼卧室 一开门便看见了 鬼魅一般的妻子 不知过了多久 医生迟迟没有出来 将阿华上楼寻找 只见满屋鲜血 妻子正扑在医生的尸体上 大口啃食着她的血肉 阿华发现 妻子的眼睛已蒙上一片黑雾 拉开她时 突然变成一只 轻面獠牙的恶魔 然后继续啃食尸体 阿华本想打电话报警 可妻子却抓住了她的手 委屈地喊着 我好饿 阿华的心软了下来 盯着妻子吃了好一会儿 才将医生拖到地下室 可是妻子也手脚病用地跟了过来 很明显她还是很饿 阿华温柔地笑了笑 叫妻子在一旁烧灯 紧接着她挖出医生的内脏 像往常一样 为妻子做起了美食 在这期间 警探偶尔会打电话回访 阿华据实已告 说妻子恢复得很好 胃口已变得越来越好 而自己正在寻找珍贵的食材 帮她解馋 所谓珍贵的食材 其实是人肉 阿华经常为了妻子杀人 将人肉做成各式各样的刺身 将内脏榨成新鲜的酱汁 只是妻子不再像往常一样细细品尝 而是躲在黑暗中狼吞狐咽 阿华并不在意妻子的转变 说下周就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她要准备一份大餐 等酒足饭饱后 两人就造一个娃 组建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欢迎刚落 门铃声便响起了 原来是妻子的妹妹小金来访 她说她梦见姐姐已经死去 感到十分担心 必须亲眼确认她的安危 于是阿华将小金领到地下室门外 看到上了无数把锁的地下室 小金以为阿华囚禁了姐姐 连忙去开锁 而阿华则在门开的那一刻 用铁锅痛击小金的头 将她推进了地下室 看见姐姐浑身是血 脚还被铁链拴住 小金预备上前帮她 可是线下唯一能帮的 就是献出自己的血肉 让她填饱肚子 下一秒她便亮出獠牙 活吃了自己的亲妹妹 一周后 阿华在街上寻找食材 正巧遇到一个受伤的小女孩 一听说女孩是孤儿 阿华立马双眼一亮 用冰淇淋将她骗回家 冷冷地将她送进地下室 今天是阿华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 小女孩那滑嫩鲜美的肉 就是她献上的礼物 突然警探冲进家中 称在阿华的车后座 找到案发现场的小白花 质问她究竟在搞什么小动作 就在这时 地下室传出了小女孩的呼救声 警探立马掏枪指向阿华 并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可是小女孩已不在门边 警探恐防有埋伏 要求阿华先一步下去 自己紧随其后 一踏进地下室 便闻到了浓重的血腥气 仔细一看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阿华十分变态地说 这些都是新鲜采摘的特殊食材 警探简直想吐 连忙四处查找 终于在墙边发现了小女孩 那女孩突然转身 露出了恶魔的獠牙 一口便咬死了警探 原来那天晚上袭击妻子的人 就是女孩 她是一只渴望拥有家庭的恶魔 选中了阿华的妻子 当她母亲 于是咬了她一口 将恶魔的病毒传给了她 可是没想到警察会突然出现 带走了旧块便衣的她 女孩知道 阿华一直渴望有个孩子 她不是来破坏这个家庭的 而是来加入这个家庭的 只见女孩和妻子捧起了餐盘 齐声对着阿华说 我好饿 组建家庭也要付出代价 有时需得看清 生活在你周围的 究竟是你的亲人朋友 还是一只喜好吞食血肉的恶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